各位帥哥美女 还有就是最优质的 Excellent Very Outstanding VCI 贞观顾问有限公司 我这个困富工业 顾名思义工业 就是在制造 为什么说 今天我要请各位 很忍耐 很包容 我也深深的歉意 因为我今天来讲的是 品牌专利布局辅导 那品牌我们才在诊断 还在幼稚园阶段 所以刚刚也给我们的辅导讲说 他们都那么精彩 都有什么动画 微电脑 那我们呢 连我们公司的产品 都没有修出来 完全没有 那只有靠我这么单薄的 能单力薄 学书才减 那各位做简报 我深深先给你们一句话 我说品牌我们还在诊断 那专利布局呢 确实呢 经由这一次的辅导呢 让我们知道说 如何检索 如何避免 然后不但是给我们一个钓杆 不是给我们鱼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我们的客户呢 能够很安心 很放心 能够买我们的产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会去展览 可展览有时候会碰到 国外的同样的第一名第二名的业界呢 都会非常注意 有没有碰出他们的专利 那这一点呢 我首先就要讲 感谢我们有这个制裁IP的来辅导 好 我现在言归正专 要来介绍我们公司 昆导公司 庄立于1980年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制造 自行车载具 那就叫bike carrier跟car accessory 那我们这个制造这个呢 最主要的是说 我们的创办人 当然不是我 蒋家是丁世 算讲是我们的劳动 那么他在1968 我不知道叫少年了 1968 民国57年 那么他就去中东 中南美洲 全球走透透 那原因是 他是来自于高雄 是拆船 拆船业呢 是因为中钢 因为污染 因为污染 所以我们的国家收回了他们那个拆船的码头 那就是中钢来开始 那因为呢 他是全球去卖钢筋 钢板 建材 甲板 在民国68年 说起来是 售价市场 你只要会做 你都买得出去 当然 现在是 售价市场 现在是你会做 别人也会做 现在不一样 那么 因为当欧美 他们说 Jack Jack 你都卖了钢筋 你就给我坐两只管 就放在脚踏车 我说坐那干什么 那是buy carrier 我们要休闲 我们的全球老大 督了公司 他比做一百多年 来做carrier 做休闲 但是在当时我们呢 可能就是说 我们还在挡自脚 骑脚踏车 是伟大的工具 叫做铁马 要什么 要去上班 做交通工具 就不错了 甚至于有人就是要装载说 带些东西 去卖菜 他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是在谋生 那你在国外呢 已经是在 entertainment 已经在relax 已经在休闲了 那么所以我们是全国第一家 OK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叫B&B Rack 那我们行销大概四十国 那全球算是第五大品牌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去努力 OK 那未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载具达人 也就是说上山 下海 溜冰 划船 ski 或者你任何的biking 任何的休闲 户外的运动 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因为我们的所谓的carrier 就是载具 OK 那也很高兴各位的前辈都是做健康的事业 都是为我们人类而努力 那我们的这个 为了说投资台湾 台湾优先布局全球 所以我在外埔 外埔就是在台中 在厚礼与大家之间 我买了一个 不大 就像周总 周总的员工一百二十人 我才九十九个 还不到一百人 那我是买了一个建地 两千七百坪 然后买了一个一千坪的农地 作为农业休闲 做有机的种菜 我们有个昆布的菜谱 还有一个是属于一个生态 那来实现我们的理念 跟我们的愿景 那我们公司的理念呢 是追求卓越 以人为本 引领其成文化 四加二 那创造的是健康 环保 爱地球的理念 那我们的愿景呢 都跟我们的前辈是一样 要创造人类的健康社会 分享快乐的美丽人生 如果说长寿而不健康 我觉得那个长寿 也是挺悲哀的 所以不管做轮椅 做什么 未来都是英法世界 比较汉颜色 我今年七十一岁 所以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我不知道我是要才开始工作 还是人生七十古来兮 所以就请各位给我一点指教 OK 好 Next 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工厂 一个concept 还没有 前面一张 我们是请冯甲大学的属于 这个立建筑的教授 是融合了东方的建筑元素 颜色及手法 配合自然界的层次及线条 我们塑造出一个很谦卑内敛的 沉稳风格 创造新的东方建筑美学 各位可以看一看 我这个建筑就是我的concept 这是一个休闲的概念 那么它是一个动态的 是有线条的 是有速度感的 那造型是以自行车 攜带架为概念 运用攜带的观念 行硕建造建筑的 符合公司的形象 结合了立建筑概念 让这个建筑能够环保节能 那立建筑的九大指标 我们都有融入 要减点减碳 要雨水回收 要氯化 然后室内的温度要调节 各位可以看我们的解说图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筑 外面的廊道都是用格杂 可以让阳光柔和的进来 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舒适的在那里 能够上班的时候 不要影响他们的视线 然后我们从外面到里面 是可以对流的 是一个convection 是一个对流的观念 然后我们是清凉化 我们的屋顶是清凉化的格杂 加上全部的绿化 直批 所以我们只要是产品的发表 都在一个很自然 与自然对话与环境共生 这就是我们的经营 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建筑中 我们这个企业总部 楼下一边是博物馆 是代表我们全国第一家 所做的整个的story 所以我们做一个博物馆 右边是国际级的测试中心 因为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我们的core value 是研发跟测试 那我们现在比较后知后觉的是 应该是品牌跟专利 那我们的研发中心呢 我们的测试呢 我们是双测试 当然呢 在安全的考量下 ARTC是最基本的 那我们拥有全国 我们这个业界第一家 2Node的认证实验室 所以我们是双认证 OK next 我们的品牌呢 这个要讲起来是说 我们在2008年才开始做品牌 我们一直从OEM ODM再做OBM 那这个品牌呢 是大熊带小熊 四轮再两轮 它是有两只熊 外面是只白的 里面是只绿的 那大熊带小熊 是代表一种温馨 一种和谐 一种爱心 一种安全 所以是我们的品牌意念 我们每年投入是7%的研发 当然我们也请国外的人 来帮我们设计 我们的设计研发团队 approximately10% 大概有占我们总经费的10% 我们的人员 经费是7% 人员是10% 那当然啦 因为做外销 99% 我们还没有什么做内销 但是基于每次展览 都说你们都不分享国人 好像太自私了 所以呢我们从这一两年也开始会做内销 OK 这是我们的吉祥物 那最后还讲一点说 我们赞助国际自行车环台赛 我不知道在座的名女啦 帅哥啦 有人骑脚的车吗 那我这个赞助是从2000年到目前 14年来 14年 那这个国际自行车 那这个国际自行车是台湾唯一国际的大省市 这个国际自行车我们是亚洲之光 是第一个做到UCI的member 因为日本韩国so far never 我们是member 那么我们对于这一块的努力 让台湾在国际的舞台 发光发亮 然后由外交体育延伸到外交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是帮助行销台湾 行销观光 行销台湾的特色 那所谓我们的赞助呢 是挂名赞助 要投入人力 物力 心力 财力 每一次在台湾是自行车的科技国 因为think Taiwan think Bicycle 现在是think Bicycle think Taiwan think Cycling 是要来骑乘 我们今年 明年2015 叫做Velo City 所以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什么U-bike 什么bike 什么bike 是由国家来推动 那就是健康 健康无价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是说 全球来的台湾 我们的这个成绩 是可以记录 在Olympic的成绩 其中的一项 所以这个是2.0 就是等于法国的F1的赛事 那法国的选手也会过来 那要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帮他 每一个racer跟他的coach 跟他的教练 如果是教练 一定有一部车子 有个司机 带着他的教练 车上就装着他的bike carrier 所以这个工作 不管上山下海 都由我们来 是国家唯一指定的carrier 14年来 没有建团过 这个是我们的投入 我本人就是会去开赛 或者去颁奖 就在101 不是 在我们的city hall 跟豪龙兵豪院长 激政这些人 一起来开赛 领契 结束了以后 就是要颁奖 什么红山 绿山 蓝山 又有冲刺的 还有什么 什么紧急 什么赛事 所以我投入了14年 我希望做一个公益企业 迈进 希望善尽社会责任 为国家尽一份 应尽的责任 OK 我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的研发是每年都略有成长 也不多 大概就是说 占我们大概6到7% 那我们的业务推广呢 也是差不多6到7% OK 这个原因就因为我们的 第二代接班人 他是在美国 John Hopkins读书的 那他学的是医学 是Bio科技的 所以他非常重视 这个安全跟科技 跟现代的这个知识经济 所以呢 他非常重视这两个7块 因为他们学校有 26个诺贝尔博士 他的经费是20亿美金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说 不但要做OEM ODM OBM 更连接部要做IBM 我相信在军队的各位 没有人相信 我相信在军队的各位没有人相信 广校的做什么IBM 对吗 做这种 那不可能嘛 还是美国的什么电脑的 对不对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也就跟各位报告 所谓的IBM Innovation Branding And Management 没有创新 没有生命力 对不对 没有品牌 又如何行销 那没有管理 Copeland 跟David Norton 讲的 对不对 BSC 没有办法衡量 就没有数字 没有数字 就没有表单 没有表单 就没有KPI 没有KPI 没有执行力 如何管理一家公司 什么叫经营管理 经营就是看利润 管理就是看利润 OK 好 这是我们的投入 就跟各位 简单报告一下 OK 这个是 我们有个副牌 叫Republic 是因为很多 我们比较大的公司 它说 把品牌已经代理了 那还有人要买怎么办 那就做一个副牌 比较经济型的 比较能够mass production 给人家的 所以我们一个副牌 OK 我想 这个对于 各位专业前面 也没有什么值得 在台面上讲 不过有点就是说 德国的IF奖 我是年年得奖 每次去 CEO就说 你又来 你干嘛 老师来领奖 我说 很不好意思 我们的RD团队说 得IF奖 得奖成为习惯 没有得到奖 就是怪怪的 所以 只好常常来得奖 OK 谢谢 那我想呢 讲到这个制裁权 IP 这个呢 我们有专业的 我们的这个负责的 我们这个 来 报名上来吧 帅哥 我想 很抱歉 到现在我也没有影片 不是 也没有我的产品 就听我这么口述 所以我再次跟各位 抱歉 那这个部分呢 就请我们的 这个专业人来跟我报告 最后一句话 很感谢 这个政府 有这样的师职伸出援手 让我们懂得说 不但是如何去知道 如何去钓鱼 而且呢 在制裁的这个区块 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更进而一步 如果有 就我们这样的 预防 重鱼 治疗 所以我们深受其会 我先做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过程 就要请我们专业的人士 来作为解释 谢谢 那处长 然后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我是这一次的一个 专案的工程师 那我来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这次分享 那个辅导的一个情况 那在辅导之前 其实我们公司 做自我品牌的时候 遇到很多情况 那最常听业务讲的 每年展览回来之后 他都会说 我又遇到独乐的那两个家伙 那一个是留长头发 他们的工业设计师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穿着西装披衣 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那两个人呢 就会走到我们摊位说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们的新产品 对 因为他们很担心 我们的产品比他们好 那会去妨碍到他们专利 但是我们就是也是为了这样子 我们其实都有去做一些专利上面的一些申请 但是其实每年都还是会遇到竞争对手的一个注意跟警告 那我们这几年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开始就是寻求专利事务所啊 然后外部的资源来跟我们讲说 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形的发生 然后进而到后面我们怎么去布局 然后让我们变成 我们换成我们去警告别人 那我们公司之前呢 我们都把专利当成那个一面盾 都是在保护自己 那我们想要借由这一次的一个辅导 我们想要把我们专利变成一个武器 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去做我们整个全球的一个行销策略的布局 那这一次我们 我们辅导的一个成果的部分 主要是 第一个是教育训练的部分 针对整个专利的申请 然后还有回避的部分去做一个了解 然后如何 这一次的重点就是说 发生问题的时候 不是 第一是要去了解怎么去解决问题 第二是要去了解 要找谁帮忙 对 那这一次的辅导整果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建立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专利资料库 那从这资料库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业界上面所有 所有同业的大部分的专利 那从这些专利里面我们去得知 他们有哪些技术 他们的这些专利可以达到哪些功效 那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我们专利里面 我们现有专利跟我们未来可以做专利的一些竞争力的评估 那这次的 这次的辅导啊就是很感谢工研院还有相关机构啊 品牌跟公司这边的一些资源的投入 那也感谢我们的专利顾问公司的一个想定 然后我们就是借由这次的辅导计划 我们学会如何运用这个专利 然后掌握市场脉动 然后就是了解竞争对手的一个策略 然后借以进行我们的一个专利布局 然后对我们新产品的一个研发 然后进了提升我们自我品牌的竞争力 然后最后 最后 我们就是都还没看到我们的产品 所以最后我们以一个影片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嗯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